阴间神探 精彩继续 一提到叫警察来 村长莫名地慌乱起来 不行不行 加州不可外扬 无论凶手是谁 十有八九是宋家人 此事绝对不能让外人参与 其他人也纷纷附和 村长的反应勾起我的兴趣了 难道他向我隐瞒了什么 这时候外面跑进来一个人 竟然是之前在严婆婆家里见过一面的寡妇翠桓 她气喘吁吁地说 村长 不好了 严婆婆她被人 村长叫她慢慢地说 翠桓换摸着脸哭诉说 严婆婆叫人给杀了 仙长一片哗然 村长喊了半天 众人才安静下来 我质问她 八点钟之前 你和严婆婆在哪儿 我 我陪她去山上采一些药草 我逼问说 严婆婆和我约定晚上八点见面 为什么她要挑这个时间外出 有人呵斥我一声 哎 小子 忘了自己什么身份了吗 你怎么还问起别人来了 被打断的我十分不快 冷冷地盯着那人说 闭嘴 周围一圈人都安静下来 可能是当时我的眼神比较可怕 那人向村长求助说 村长 你看看这小子 简直猖狂的不像话 请来加法教训他吧 村长鹤头 胡闹 没有当家人和组长的话 加法是不可以动的 翠桓 你先带我们去看看尸体 翠桓领着我们出门 我小声对宋星辰说了一句话 他悄无声息地消失在人群中 宋杰说 宋阳坦哥 你有什么高招吗 我摇里摇头 查这案子简直是寸步难行啊 众人走在山道上 宋家子弟大多都有动游之童 也不需要照明 场面就好像一堆人在深夜游行似的 我们来到一处山坡上 远远就有人惊叫了一声 只见阎伯伯挡在山坡上 身上一滩血 一堆肠胃从山口躺了出来 众人一下炸开了锅 我过去准备验尸 痛斩被一个人拦住了 你干嘛 验尸 那人说 不行 你可能就是凶手 不许碰尸体 我翻了个白眼 说 各位叔伯 你们哪位会验尸啊 在场的全是武宋 正所谓树叶有专攻 他们根本不擅长验尸 但似乎不让我碰 这局面实在很被动 有人说道 在场之人只有村长对德高望重 让村长去验尸吧 我气得想笑 德高望重就能验尸吗 还好村长拒绝了 他连连摆手 说 不不不 我没干这种事情 要不请大当家的出面吧 于是他派几个小伙子去请宋贺亭 几个小伙施展轻功跑得飞快 一刻中时间就回来了 说 大当家的说了 只是他不管 全权由宋阳来调查 宋杰气得跺脚 我妈在搞什么吗 发生这么大事情也不出面 众人表示抗议 说我是犯罪嫌疑人 绝不能让我碰尸体 我解释说 你们可以全程监视 我绝对不在尸体上坐手脚 村长点点头就说 那好吧 虽然仍有人非议 但村长力排众议 让我过去验尸 这可能是我经历过的 最特殊的一次查案了 360度都有人盯着我的一举一动 我掰开死者的眼皮 检查一下施僵程度 死亡时间大概是一个小时左右 我看了一下被剖出的肠胃 虽然血连连的 但是常年膜并没有损坏 看来凶手不怎么专业 我抓起死者的手看了一下 死者指甲缝里有一些皮屑残留 我凑到死者鼻子下面去闻 这个动作引起一片议论声 不少人叫道 你干嘛呢 我没理他们 我问到死者鼻孔里面有一些药味 他的嘴唇上有一些纤维 口鼻部位被人捂住 由于动作比较大 导致鼻黏膜出血 我又检查了一下 死者的瞳孔和关节 由于现在没法做化验 只能推测 从一些体征判断 死者心入的是某种高浓度置换类药物 因为死者肌肉比较松弛 头空处在一种兴奋状态 按理说 死肩挣扎的时候 肌肉会变僵硬 当我掀开死者的衣领 发现脖梗下面有一道勒痕 证明死者是从后面被勒死的 勒痕上面有一些香味 但又混合着一些异味 我站起来 环顾四周 众人纷纷避开我的事情 我一回头 发现宋杰扎着头绳 勾勾手指头 说 转过来 干嘛 宋杰嘴上说着 但还是转了过来 我在她头上闻了一下 宋杰不好意思地问道 你到底想干嘛呀 你头上抹的什么 这么香啊 发油啊 女孩子头发长 得用发油才能说开 我笑了笑 这东西外面已经见不着了 现在都用护发素什么的 村长疑惑地说 显知 查出什么没有啊 我把验尸的结论说了一遍 众人听得云里雾里 有人焦急地问 那凶手是谁啊 我抬起一根手指 手指指到了地方 众人纷纷避腿 最后 这根手指 停在寡妇 翠有环的身上 我大声叫道 是你 翠有环 惊讶地张大嘴巴 小子 你在胡说是什么啊 我这些年兢兢业业 侍奉严婆婆 怎么会干这种事情 天地良心 我凭是为人如何 大家都可以为我作证的 我笑道 杀人动机有许多种 剑材起义 报仇杀人 激情杀人 或者是为掩盖以前的罪证 其实你已经把证据 亲手交到我手里了 众人一阵大害 我掏出用手帕包裹起来的铁核桃 就说 这就是证据 村长一头雾水地说 大嘴子 这里面有什么书道吗 我微微一拱手 我想请村长先说明一下 这铁核桃 是怎么在神婆中间传递的 村长慢悠悠地解释 每一代被选中的神婆 会把她整颗吞进肚里 死后从骨质中被捡出来 再传给下一代神婆 我轻生倒过信 这东西是铁的 而人体的胃酸主要成分是盐酸 铁在盐酸里面浸泡几十年 会被严重袖蚀 可是这枚铁核桃 却仍旧这么光滑圆润 翠桓 我想你知道其中原因吧 翠桓咬着嘴唇 显得很慌乱 我猛然间瞪大眼睛吼道 因为所谓的仪式 根本就是假的 从来没有人把它吞进肚子里 购买阴间审探VIP版本 每天至少无期更新 尽快完结 在喜马拉雅直接搜索阴间审探VIP 就可以找到购买 希望能支持一下正版故事 感谢你们 有任何问题 可以加本集标题上的微信号来咨询我 祝收听愉快 感谢您的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